我在办公室当时顺口编了一个小米的故事 小米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编辑 长得就是不好看 长得就是很普通 反正小米不在 我就说小米长得很难看 小米长得不好看 是我们的一个编辑 然后默默无闻 因为她坐得离我的办公室近 所以我出来有时候我经常说小米去给我倒杯水 总之是一个又不好看 工作又很一般 然后又被老板欺负的一个小女孩 小米很喜欢我们公司另外一个编辑 叫是个小正太 叫金瑞 帅小伙 一切故事都是虚构的 故事就是fiction fiction就是小说 就是假的东西 就是假的东西 金瑞有一个女朋友 就是他们市场部的同事 叫何璇 何璇是一个富二代 开着一个宝马迷你 每天下了班就接金瑞就走了 小米是普通的家庭出身的小孩 每天下班骑个自行车 这是假设是故事的开始 小米的梦想是什么呢 小米的梦想第一个是要泡到金瑞了 女追男 小米的第二个梦想是要让陆金波 每天上班给他心甘情愿地给他倒水 生活可能是这样的 就是小米每天他更努力地工作 然后上班的时候给金瑞用公司邮箱发情书 然后暗地里去说何璇的坏话 然后再找他的男同学去跟何璇勾勾搭搭搭 然后引起金瑞的不满 然后就是这样的 然后自己工作又努力 但说实话 一个长得不好看的女孩要泡到金瑞是很难的 所以我简直想不到他怎么样能够追到金瑞 他第二个梦想是说要让我给他倒茶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不可能的 生活就是这样 生活是非常残酷的 你没法改变你被老板欺负的命运 然后你也怕不到你心仪的姑娘 有一天 小米骑着他的自行车 然后来到了 这个走在了路上 然后他又看到这个和弦开着这个宝马迷你 在着金瑞开着窗户 这个在一个人为另外一个人吃包子 然后他这个使劲蹬了几下 然后他的自行车突然拔地而起 就超过了这个和弦的和弦的那个宝马 然后到了公司楼下 他在地上踩了一脚 这辆自行车飞到了我们公司的露台 然后呢他从窗户翻了进来 正好看到我鬼鬼祟祟的来到了办公室 他说陆金波你过来给我倒杯水 我就赶紧给他倒了一杯水 这是做梦 这是因为有一天小米太日有所思 他有一天做了一个梦 他通过做梦 这个实现了他的理想 这是第二个事情 我向来要做的事情 是要编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你们要写作小说的那个 那个基础的东西 最最核心的东西 让这件看上去不可能的东西 让它实现 是说这个小米啊 他反正是编辑 工作很努力 而且他这个外语很好 外语很好 然后呢 有一天 我们平常经常去买版权嘛 然后那版权 从三万美金到一千五百美金 都是标价不等 然后呢 竞争也很激烈 但是呢 有一次 版权就说 我们都是要去求这个 什么博达大苹果 说卖给我吧 卖给我吧 同样的价钱卖给我吧 这个有好的内容 永远是这个卖方市场 有一天突然这个版权 说小米啊 我能不能 麻烦你 你能不能把这本书 在国内出了 国外的版权人 就给我五年了 说 我们就想把这本书 在中国出版 你帮我一个忙 然后小米就说 那怎么 这个书 怎么谈价 说这个书不要钱 不要钱 我跟每个人都强调了 说你们谁出 我还请你们吃顿饭 这书不要钱 不要预付金的 就是不要版权费的 小米这个人呢 就是心肠好 人家 那个求他 他就拿回家看了一下 然后他查这个版权记录 这个版权呢 在 已经在全世界出了 出版了 八十多年 还是一百年 然后呢 只出过一个版本 然后呢 只印过五十本 然后呢 甚至是说 这五十本里面 那个从来没有销售记录 哎 他就说 怪了 这么一本书 怎么还会 好像他们也在向全世界推销 小米就回去研究 这里面呢 他在看的时候 突然就发现 里面似乎是有一个密码的 一个书 就是你把它竖着看的时候 它其实有一个所以 一本非常庞大的工具书 但里面是一个科学的设想 是说 把光能转化成这个动能 但中间呢 是通过油气来解决的 一本一本怪书 小米每天在公司里受老板欺负 然后呢 受这个 这个 琴郎的 这个刺激 没事干 他就说 哎 这个东西我就当好玩 我就当练习 这个 德文了 然后他就研究 发现这个东西 还的确是 有一个配方 是说你弄一个 一个油漆刷上去 这个东西呢 就是 就是可以吸收光能的 然后给它转化成动能 他就没事干 就自己拿了拼拼逛逛 再加点洗头膏 什么香皂 那个酱油 就配出了这个东西 然后他就刷在了自己的自行车上 然后呢 到天 天气好的时候 他就骑着这车子出来 他果然发现 这个东西比平常快了一点 然后呢 他大大的感兴趣 每天一下班 帮我把杯子倒了之后 马上就回家里去研究这东西 然后呢 他在里面 就是那个 就是给全车都涂了这个东西 结果是说 在夏天最热的时候 有一次 他又看到了 这个金锐和和弦 然后呢 他这个 跟那两个人并排 然后呢 和弦是特别讨厌消灭的 一看见他就要加速的 他蹬了几下 竟然和汽车跑得一样快 因为在教家帮路嘛 反正车也开不了很快 但是他开的是非常快的 然后那和弦 和弦说 哇 今天小米这个吃了兴奋剂了 小米开到了一个 那个更更开阔的那个路上 没没想到 这个时候 小米的自行车开到了 时速50公里 因为自行车平台 通常是15公里 和弦只是觉得疑惑 但真正对这个事情 震撼大的 是旁边一个 坐在出租车里的人 这人是上海自行车队的教练 他成了一个 业余的自行车运动员 小米呢 每天也接受训练 但实际上 每天晚上都改进他的油漆 参加了全国比赛 拿到了2012年 伦敦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国家要征召他 然后呢 和这个小米就说 我 你教练你帮不了我 我呢 我需要我自己的教练 因为这个时候 他的速度已经越来越快了 这已经 这个 超世界纪录了 你想自 姚明 刘翔之后 上海能再出一个 女的体育英雄 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TV主任说 没关系 换教练 你要叫谁 小米说 我要调我们单位的金锐 那 这个TV的领导给我打电话 说为了伦敦奥运会 为了上海人民的荣耀 再放你们一个人 我说 金锐这个人 每天在办公室 谈恋爱 我不要他了 金锐就去给他当教练 当然这个话呢 反正在这个过程里面 小米一定要展现 他自己好的那一面 然后怎么 反正两个人嘛 感情有时候就是 这中间的是另外一条线 我先说这个 励志这条线 金锐帮他 做这些拍照 包括中间一定会有事出来 比如说有时候赛场停电了 就没有光 他这个自行车就跑不快了 然后呢 金锐在那个紧要的时刻 比如奥运预想赛的时候 拿那个 金锐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拿那个照相机 就是曝光给他加了一点能量 他就 他就又又又又跑了 有这样的事 两个人一定要经过困难 才能够 关系才能有突破嘛 才能够增进了解 反正那条线呢 就通过这种 这种打光的技术 然后两个人 这个天衣无缝 一直拿到了 伦敦奥运会的冠军 不仅拿到了伦敦奥运会的冠军 还打破了自行车运动以来 所有的历史记录 得到了四块自行车金牌 全世界的体育媒体 都在报道 一个普通的女孩 改造了历史 她用一个普通的自行车 达到了汽车的速度 她冲破了物理学的限制 她不光是四枚金牌 而且是一个 全世界的体育英雄 就是人力是可以达到无穷劲的 人是没有极限的 伯尔特跑了9秒65 不重要 她可以跑到5秒69的 因为有一个中国的女自行车运动员 就打破了人类的极限 甚至打破了所有动物的极限 豹子什么全都算上 也没有这个记录厉害 小米回国的那一天 韩正同志打电话给我 说 小米从伦敦发回电报 说有请她以前的老板 激赴她的陆金波去机场迎接 给她倒一杯茶 我也很情愿 因为她不光是拿了四枚奥运金牌 她还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所以我捧着鲜花 拿着茶杯 去了机场 可是就在机场 来了迎接她的除了上万民众之外 还来了一群国际调查团 就是因为俄罗斯的 克格勃和美国的科学家不甘心 他们一直在调这个录像 一直在做研究 从第一次看到她的录像 他们就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最终他们发现了这个秘密 他们发现了油漆的秘密 发现了油漆和光线的关系 甚至算出了其中的系数 当场国际奥运会就收回了所有的金牌 国际奥运会主席声泪俱下 说这是奥运史上最大的丑闻 说中国人本来就是骗子 中国人从来就是骗子 有关领导在机场待若木鸡 鲜花被掉在地上 踩得稀烂 我灰溜溜地回到了办公室 小米和金瑞被他妈接到了家里 所有人都在咒骂 都在咒骂 可是又过了 其实没有过了很久 在全城人民骂小米的时候 又有更多的国外的人 来到了小米他们家的门口 这时候来的人干嘛呀 这个小组他们来干嘛 他们来买专利 体育是个小事 全世界的能源危机是一个大事 所以英国人日本人 捧着十亿美金和一百亿美金的支票 来到了小米家 说我们不关心奥运会 你本来就不是个运动员呀 你是个伟大的科学家 你何必在乎那几块金牌呢 上海政府将你几套房子 我只有一个十亿美金的支票 请你在上面签个字 把这些技术转卖给我 五百强的公司都来了 各大财团都来了 这个什么索斯比准备现场拍卖 地价是十亿美金 就是一个专利 甚至关于专利在哪个国家申请 各个外交部都来了 英国外交部说 这个是在我们英国首先发现的 我们英国有完整的专利保护技术 邀请你在我们英国注册 免收注册费 外面排了三天三夜 一个改变人类历史的决定 到底这个技术是英国人的 还是日本人的 还是美国人的 谁能赢得能源的竞争 谁就赢得未来的竞争 在三天以后 按照这个小米大妈妈实现出来的说法 说我们那个时候 那个会公布拍卖方案 小米和金瑞走了出来 做了一个书面的发言 是说我们今天在此诚挚地宣布 把这项技术捐献给全人类 它的配方是这样的 任何人都可以以它 做任何的商业应用 括号不得用于军事 所以变成了一个全球共享的一个技术 所有那些骑自行车的人 都可以骑上刷了油漆的 像汽车一样快的自行车 第四天的时候 小米和金瑞又回到了我们公司 因为这个时候他们什么都没有 他们也被剥夺了奥运金牌 以政府也没有强力 技术又圈了 他们和刚开始是一模一样的人 两个人也无处可去 说那我们还会去当编辑吧 骆金波这些人虽然对我们要求很严 但人是好人 我们要回去当编辑 他一定要我们的 两个人又来了 我毕恭毕敬地给小米倒了一杯茶 说小米欢迎你回来 在这个故事里面 小米是不是实现了她的梦想 她让她的老板给她倒了一杯茶 你看上去小米还是小米 但这是小说的本质 因为现实生活是非常无聊的 现实生活远远不能满足人的需求 所以人们需要一个梦想的空间 小说就是编故事的一个技术 它虚构地建设一个世界 实现人在这个世界里面 不能实现的东西 这就是小说 小说核心的东西 是要编一个好的故事 就像我刚才这个故事一样 这是我当时随口编的 它看上去是生活的逻辑 你看这里面插插一本怪书 然后去因为争风吃醋 去研制自行车 包括因为被教练看到参加比赛 然后最后获得专利 它看上去每一个细节都是生活逻辑 但它实际上是被精心编排过的 它是一个封闭的 不可逆的一个故事结构 是一个科学的设计的一个过程 所以小说的基础 是要编一个好的故事 小说的基本呢 就是要把这个故事讲好 小说的目标 是说要给别人提供一个有用的东西 我所见到的大部分的中文小说 都是莫名其妙 都是自画自说 都是情感宣泄 都是词语堆积 经常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说 如果你是你小说里的人 你会这样吗 你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小说是一个科学 小说是一个有用的东西 小说是一个编故事的技术 而故事 不是你生活的那些东西 小说是对生活的一个简辑 你精心挑选一些 看上去每个细节都是生活素材 但是它实际是一个梦 小说帮你实现你生活里 不能实现的那些梦 所以王安逸老师有句话叫 小说是生活的比喻句 你们不要看小说里的这些东西 看上去是生活素材 其实不是的 所以我在结论的部分 我向大家推销 关于文学是什么 因为如果说它本身是人学 那有人就行了 那你干嘛还要分哲学 社会科学 心理学 如果它没有本质 如果它没有意义 它还应该存在吗 小说就是一个编故事的技术 因为它提供了这个产品 它跟你的消费者 跟你的读者 有关系 让大家易于进入 但是最终 在里面得到一个新的知识 去到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 去体会一个在俗世里面不能体会的情感 去实现一个在现实生活里不能实现的梦想 所以要爱惜你们自己的专业 珍惜你们自己的工作 你们不是一个在这里写写画画 一个没有用的人 每一个写作者都是一个梦想家 去编那些好的故事 去那些积极的正面的伟大的情感 去无中生有的去诠释它 每个写作者也是上帝 因为你自己结构了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的人看上去是一般人 但其实不是的 因为你改变了这个人 就像回来以后的小米 不是以前的一个小米一样 就像我愿意给他大茶一样 每个写作者都是一个上帝 你创造了一个世界 决定了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 让里面的一切都栩栩如生 所以恭喜你们 你们是这个 这个 吵杂的 这个世俗的社会里面的梦想家和上帝 希望以后看到你们的作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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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